介紹一下青榮聯誼會好不好 新港青榮聯誼會就是 我們新港載政的 一些青年農民然後大家一起參加這個 算是可以交流 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 新港青榮我們基本全台灣的青榮 都是有留在聯誼 那要變成青榮 他的年紀大概差不多 45歲以內 他才能以新港的青榮 那45歲過後 就是榮譽 榮譽會員 他一樣是可以參加我們 會晤的一些相關的 那個擺攤或什麼 一些福利啦 那你們大部分都是二代返鄉嗎 都有都有 像我自己是 原本在北部工作做那個 音響的工程師 他就是回來幫爸爸 然後就是返鄉也算是返鄉青榮 爸爸需要人手 需要人手那 還沒做仇當他回來幫忙 這樣子 那總幹事你呢 我當然不是是青榮 我原本的工作是在 縣府工作 那因為 我們之前的總幹事呢 退休 那我們新航農會的部分 其實也非常的優質 所以來接這個農會的部分 其實也是有部分的 覺得有一點壓力 但是我們很開心跟 我們的青榮就是這樣子 在所有的生活上 大家互相學習 互相交流 你們有提供什麼會員 什麼樣的一個服務 一些培訓課程還是一些產銷合作 有 有我們新港 鄉農會 像我們推廣部 他會舉辦一些 課程就是會請一些農改場的老師 或者說 學術單位的一些比較專業的老師 會進來然後教我們一些 指導我們一些相關的 種植上的技術啦 或是一些經驗的大家交流 這樣子 總幹事要不要講一下 新港農民有遇到什麼樣的危機 二大部分他們回來 因為原本他的工作 他是在北部工作的部分 那可能在有房租啊 或者有生小孩的話 租金上會比較不能負擔的 那如果今天回來 我們鄉下的話 也許還能幫助父母親 那也可能也能幫助到說 是不是他能回來 能承接他原本爸爸媽媽的工作 但是每一個人的想法 也許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比如說隔壁的會長 他原本的工作 他是在做音響 可是面臨著他後面 有小朋友的出身啊 然後租屋此類 還要有房租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回來鄉下 然後看是不是可能 可能多做一些 我們可能去改變現在的狀況 就可能會有更好的機會就對 對 好講一下關於這次大甲馬祖 你們提供的一些愛心 這個點心好不好 新港青龍我們第一次嘗試 這樣子來配合大甲馬祖 等於說我們是在地的青龍 大家就是我們 就像看到我們很多青龍大家有心 然後一起來支持 一起來幫忙 然後分享我們自己種的東西 給這些鄉客信徒 那今年因為第一次 所以玉米為主 因為玉米我比較熟悉 那希望未來會是我們 新港鄉的蔬菜 填膠什麼 可以來分享給我們大甲馬祖的信徒 鄉客 好謝謝兩位